这是呼吸器 因为我一直不要按他自己呼吸 所以我要通过呼吸器 然后通过这一个舌管去 然后做一个肺的一个扩张 然后把我进行一个呼吸的动作 今年32岁的李俊青 出生及罹患肌肉萎缩症 曾整整十年之久 只生活在月亮平的个人房间里 连房门都没有踏出去过 透过电视艺人的见证 他在2012年自行觉智 并勇于踏出家门 2013年8月4日 他如愿在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 稳定聚会也热心服侍 甚至带领学家信主 他曾编写圣诞剧 担任学情团契辅导 带青少年举办音乐会等 他说 我的身体没变 甚至每况愈下 但神让我做到了许多 从前无法想象的事 如今身体已退化 无法手控电动轮易 全家人与目者同心仰望神的慈爱 盼望能有身控轮易的恩典 可以继续走出去服侍神 基督教基督教的计算机会 真的可以了 我不知道上帝会让我做到什么 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知道 只要上帝给我一个可能是机会 可能是一个机遇或者是一个场合 那我不会说过 每件事情都是化了妆的祝福 在那个过程当中 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学到的东西是更多更多的 那它是我的工程 我并不自缺